蒋先生也知道 若单说他不顾军规 对老师开了绿灯 还不至于罪大恶极 可他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事后反要老师一口 指责老师威逼他 如此一来 先不说康熙会怎么想了 光是九二个就不会放过他 想保一家平安 怕是没什么希望了 蒋先生也是内疚的 若他当时能想出个 其他的万全之策 老师也不用带兵出海操练了 也不至于出现今天这种局面 连个尸首都找不到 因此对于韩涛的请托 自然是百般推托的 他自己都心中有愧 又怎么能帮他人说情呢 但韩涛为了一家数十口的性命 硬是拉下了脸来 直接给蒋先生跪了下去 逼得蒋先生 答应传话了 齐木格至今 还是没有接受老师深顾的消息 总是期盼着自己一睁眼 老师就从某个角落冒出来 因此说什么也不情愿回北京 可圣旨不能违背 十四更是坚持不肯妥协 直接从前山寨拉了一队人马 帮着老师府里的下人收拾行囊 因此齐木格正是心烦意乱 听说韩涛求见 齐木格直觉就是老师有消息了 听了蒋先生的解释 齐木格失望地低着脑袋 说道 你告诉韩涛 朝堂上的事我不懂 虽然他反咬了爷一口很不地道 但是你叫他放心 爷行事一向光明磊落 自己该担待什么责任 绝对不会赖到旁人的头上 若是朝廷判了韩涛违反了军规 该怎么处置 自然会依照法律 我会劝九阿哥不插手此事的 蒋先生走后 齐木格走出了房间 见前面空地上的十四 忙碌地指挥着大家布置老师的棺材 心想 若老师能从棺材里坐起来 那该多好啊 到了启程那日 十四搬出了圣旨 压着九阿哥上了马车 对齐木格则是连哄带劝 折腾了大半个时辰 然后大队人马 总算压着装着老师衣冠的棺材 驶离了前山寨 沿途熙熙落落地跪着一些百姓 走到香山县 县城门口站了黑压压的一片人 见马车赶到了 全整整齐齐地跪下 弄得十四感慨不已 连在马车上闹脾气的九阿哥 也静了下来 推选处的香身代表 在县大爷的带领下 向十四交递了万民书 请十四转交康熙 然后又走到齐木格马车前跪了下来 用绕口的官话说道 我等请奏圣旨 允许我们在前山寨 给十二个设议衣冠中 一位十二个在天之灵 请师父尽放心 我等乡民永继十二个大恩 大家如此厚爱 会让十爷惭愧的 大家都请起来吧 我总相信十爷还在 若大家得了他的消息 请一定告知谢雅 多谢了 齐木格说着 深深地给众人举了一躬 九二个和十四都对齐木格的镇定 表示钦佩 尤其是十四 这些日子 齐木格除了去海边 压根就没有其他过激的行为 就是不愿意回京 也只是口头的声讨 并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 闹得不可开交 让十四省心了不少 相比之下 九二个反而显得婆婆妈妈了许多 不过十四也没有对九二个心生鄙视 瞟了眼九二个感叹地想 若自己有天出了意外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兄弟 能像九二个这样的伤心呢 在众人的唏嘘声中 齐木格上了马车 捂着嘴轻声地哭泣着 为了止住悲伤 齐木格拼命地拿着历史书来说服自己 坚信老实肯定还活着 马车缓缓地行驶着 城门口的众人自发地让出了一条道来 场面很是感人 沿途总会看到路边 有朴实的乡名跪送着老实 九二个看着这场景 分外的震撼 觉得老实也不枉在人世走了一遭 到了广州 广州巡抚和广州将军 也带人在城外迎接着 也有乡绅代表 向十四递交了他们对老实的表彰信 以及对康熙的感谢信 本来广州巡抚已经安排好了住所 但齐木格坚持地住进了八旗会馆 一夜无眠 第二日清早 齐木格黑着眼圈到了码头 码头上又是挤了一群人 除了当地的官员 还有广东省的各地乡绅 码头外的街上又围了好几重人 上船前 九二个喃喃地说道 师弟妹看开些 大丈夫就应该像师弟这样 师弟这一生啊也值了 齐木格摇了摇头 舅哥 我不希望他有什么作为 我只希望他能做好我的丈夫 仅此而已 舅阿哥听得心酸 是啊 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 都没有办法实现 真是天意弄人啊 十四摇头说道 师早 不怕你怪罪 我真的希望我能和师哥调换一下 我回去就想花阿玛请旨 让我来倾山寨 帮着南洋的汉人收拾洋人 舅阿哥 你到时候一定得帮我 船长 天下 船长 岂木格不敢相信 自己真的就带着一副空棺材回了京城 愣在那里没有动静 心想着 难道是因为自己的缘故 老师就真的提前死了吗 难道真的是自己害死了老师吗 十四担心地说道 师嫂上船吧 别误了时辰 岂木格用力地摇摇头 依然不相信历史真的发生了变化 若老天真的想阻止什么 那要死的人也应该是我呀 而不是老师啊 因此 岂木格突兀地说道 我不回去 颖恩还活着 我要和他一起回去 十四没有想到 岂木格事到临头 变了挂了 急得只抓头 事早啊 咱们先上船吧 只要得了石哥的消息 咱们再来接石哥就是了 岂木格转身就往回走 十四弟 你给花马上折子 说我要在前山寨 给石哥守三年的像 三年后再带孩子回京 给他老人家请安 岂木格就不相信 三年的时间 都够老师绕地球一圈了 除非他去了火星 九二哥也来劝岂木格 码头上的众人 静悄悄的 没人发出杂印 对岂木格悲痛中 失态的反应 表示了极大的体谅 无论九二哥和十四怎么说 岂木格就是不肯上船 四周都是人 两兄弟也不能使用武力 正将这不下呢 就听到外面的人墙 一阵惊呼 广州巡抚 忙派人过去查看 一边赶过来劝道 师父亲 这里鱼龙混杂 若是混进了歹人 怕小阿哥和小格格受惊啊 十四正准备附和呢 就听到一个人高声地叫道 九月十四也请留步 齐木格一阵狂喜 扭过头望去 只见人群缓缓地 让出了一条道 一兵足 骑在马上 高高地举着手 喊道 九月十四也请留步 不等齐木格反应过来 九哥就冲了过去 伸手将马勒住 急切地问道 是不是实验回来了 兵足跳下马来 从怀里摸出一公文 递了出来说道 前身寨附近韩涛有紧急的公文 承请广州将军 九爱个顺手接过了公文 扔给了广州将军 管员忠 不耐烦地说道 是不是实验回来了 来人说道 实验未曾回转 但派人传回了消息 码头上立即响起了 雷鸣般的欢呼声 清木格五十嘴 开心地笑着 眼角流着泪 心想着 我就知道 老师怎么可能 会死得那么早呢 九阿哥和十四 也是一阵狂喜 仰天笑道 哈哈 有了消息就好 有了消息就好啊 哈哈 广州将军管员忠 匆匆地扫过了公文 面色严肃 对九阿哥和十四说道 九爷 十四爷 请去衙门一试 见管员忠面无喜色 众人都静了下来 默默地让出了一条道 终于有人忍不住地问道 十阿哥可安好啊 九阿哥 十四和齐木格都面色紧张地 看着管员忠 齐木格心想 千万别够来什么 失忆症之类的狗血桥段啊 来到了广州将军的府邸 不等众人坐下 管员忠就将韩涛快马转交的老师的亲笔信 递给了九阿哥 九阿哥一看 立即跳了起来 十四连忙抢了过来 匆匆的一扫 只见老师在信中聊聊几笔 说自己与洋人争金子 被困吕宋岛 情况危急 要求朝廷速速地发兵增援 用送信之人坐向道即可 十四一下子热血沸腾了 叫嚣道 管将军 请你速速地派兵 也要带人去救师哥 管员忠没有搭理十四这个热血青年 静止沉着地发布着一条命令 下令大鹏水师营全营戒备 令虎门 潮州 南澳 荆州 高连 英德 和惠州 七镇总兵全营戒备 令千山战封锁澳门港口 广州八级从兵 汇同广州巡抚 立即带队封锁广州港口 扣留洋人的商船 告诉他们 只要一个洋人跑了出去 踢头来见 命令下达完后 管员忠又派人给福建水池提督 梁广总督送信 告知他们老师求援 至于他们会怎么部署 那就是福建那帮人的事了 安排完后 管员忠才说道 九爷 十四爷 是否出兵 吕送还得圣上定夺 我这就写折子 八百里加急 送进京城 两位爷 少案无躁 听说老师还活着 九二个瞬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整个人立即恢复了机灵劲了 他不做多想 立即表示配合 大人 是否出兵 确实需要等华尔玛生产 当我们兄弟俩出京的时候 也领了旨意 我们要协助寻找实地的 如今既然有了消息 我们也不能修守旁观呢 见管员忠想插话 九二个抬手压了呀 继续说道 大人 我们不是莽撞之人 知道凡事都有个章场 说实话 只要脚占了地 我师弟就有法子活下来 当初在末尾 天荒地冻的 他都熬过来了 更何况 吕送还风和日理的 区区几个洋人 也倒没有放在心上 不过我们既然来了 也得找些差事做不事 你看这样好不好 叫师弟去前山寨 帮着封锁澳门码头 我就在广州 帮着处理洋人的商队 十四忙在一旁帮枪 大人 你放心 我一定不给前人债惹事 管员忠略做思索 便硬了下来 反正康熙肯定会禁止 十四这个不会水性的人 渡海作战 但管员忠依然不放心地 交代这两个人 目前不知道朝廷是战是和 若是和的话 少不得找洋人去凯旋 因此 不要对澳门和广州的洋人 逼得太紧 三个人很快地达成了一致意见 然后才将送信之人叫上来 详细地询问 老师不仅送来了求救信 还给康熙写了一封火情密函 韩涛已经派快马送往京城了 此外还给秦木格写了一封家书 因老师交代一定要亲手送到秦木格的手上 因此跑回了报信的两个人 打死也不将信交出来 九二哥翻了个白眼 老师还有心思写家信 看来啊 那儿的情况也不是十万火急嘛 但至于老师具体遇到什么事 来人也不清楚 报信的两个人 如今正在前山寨休整 欲知详情 还得问他们才行 九二哥不放心 不明白老师怎么平白无故地和洋人争起了金子 这应该是自己干的事啊 老师最多是和人争争匕首骏马之类的 因此执意要去前山寨亲自会见信使 询问一下到底为了多少银子闹出这等事来 在离开广州前 九二哥和十四向秦木格通报了老师的情况 然后坚持地要将秦木格安置在广州将军府里 秦木格听说老师在吕宋岛和洋人抢金子被困 不由得傻了眼 没想到老师还是个贪财的 醒过神后 同意了暂住在广州的体 但希望能住进八级会馆 被九二哥给无情的否决了 师弟妹 如今广州城里要查洋人 难保不出什么事 让你住在外面我不放心 秦木格虽然有些笨 但好在知道顾全大局 便没有再争取 只是在九二哥和十四告辞的时候 才想了起来 九哥十四弟 我还是和你们回趟秦山寨吧 万一报信的人 还是不肯将爷的信拿出来呢 十四比一道 师嫂你放心吧 就是抢 弟弟我也给你抢过来 说话的样子 活脱脱像个强盗 当老师的家信辗转反侧的 到了秦木格的手上之后 秦木格才知道 老师那一大家子 都有强盗的基因 老师带队出海 再次吐了个稀里哗啦 可乐猛虽然脸色苍白 却稳稳地站在甲板上 老师曾经创造过 在海上保持一个小时 不吐的记录 没想到 多日不练 就立即被打回原形了 而那却跟班的 一个个突飞猛进 这让老师觉得很没面子 老师虽然不知道心理治疗 但还是知晓攻心为上 于是干脆命四艘战舰 朝远海市去了 心想离岸远了 心里就不惦记靠岸了 没准能治好晕船的毛病了 而老师上船 也曾经来了个演练总动员 要大家打起精神 说是若操练好了 等朝廷的指令传来 他就带着大伙 头一个冲到南洋去 水师中有许多当地子弟 家中多少 有那么一两个 远亲流落南洋 因此自然是世纪高涨了 听了老师要求 朝外海市区的命令后 老师指挥船上的舵手 自作聪明地以为 捕捉到了老师真实的想法 自以为是的 朝南洋市去了 他老兄也不知道具体的航线 凭着道听图书的信心 就大着胆子 驶向了茫茫不知的远方 在海上飘了四五天后 老师终于不再呕吐了 而舵手也不出所料地 迷失了方向 于是老师发动了所有的船员 群策群力 老师手下的兵 也都以为自己是老师肚子里的蛔虫 大家纷纷将自己所知道的南洋航线 倾囊而出 老师听得目瞪口呆 又不好意思纠正说 我要返航 只好气鼓鼓地任那帮人折腾了 也算运气好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指挥下 四艘战舰在海上飘荡了二十多日 眼看就要绝粮了 终于遇到了一艘打鱼船 召了一问 竟然运气好得不得了 居然是流落吕宋岛的汉人渔民 不等老师发话 下面的水兵就开始宣扬他们 是来拯救同胞的 听得那中年汉子热泪盈眶 硬是给老师磕了十多个响头 虽然老师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但光看表情也明了他的意思 不过老师心里还是很不屑的 眼前的渔民和洋人一样 头发剃得特别短 老师心想 汉人不是讲究身体发肤 受诸父母不得损伤吗 朝廷当初的流头不流发 至今还被那些文人治世折够呢 怎么换了洋人都没人吭声了呢 老师也不想想 朝廷对流落南洋的汉人忌讳置身 有谁敢在大清国土上 大声声讨洋人欺压南洋汉人 不给扣上一顶返清复明的帽子才怪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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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